大S和巨君业结婚后,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 人风喜事惊深爽,大S新婚便是一个很好的开端。 缘分就是这么神奇,邦娘错过了两个人,在20年后再续前缘,还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7月21日,据韩国媒消息,巨君业将于7月23日参加在韩国举办的用吃派对,会在现场进行DJ秀表演。 对此,巨君业表示,下一次回来就是参加8月27日的脱水音乐节,届时她将喝多年的好友BJ主义耳同胎演出。 激进去讲,高雄户外表演之后,她将在8月27日登上S2,有体美矮的BJWN,这也是她二度在台罗Ums推以来优如小巨蛋登集,最大厂的万人规模表演。 她告诉主办单位已经准备好,希望与乐迷一起享受师生的快感,带来最震撼的音乐演出。 很多人都想知道,巨君业此次饭会韩国多久再回来。 从7月23日到8月27日,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。 毕竟,巨君业在韩国的艺人事业非常稳健,大又持续走红的态势。 加上巨君业的艺人梦想还在,她会在经营婚姻的同时,去发展自己的艺人事业。 而大S也是事业心很强的女艺人,所以多年后,巨君业和大S能够走到一起,更多的事外,艺人事业有所作为的相互吸引。 大S对婚姻的态度,非常成熟,无见言之,乐观,向上,积极,大度,这就是大S婚姻心里成熟的表现。 巨君业的出现,让大S婚姻有了圆满的结局。 随着人气的高涨,巨君业的行程安排满满的,在台湾演出后,到美国工作随后又赶会韩国,结束韩国的工作后,带着对大S的思念回到台湾工作。 如今,大S主要精力放在娇样两个孩子,上巨君业担负起养家糊口的众人,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 两人结婚快半年了,早就由婚姻的甜蜜期步入到温定期。 现身公公场合时,大S脸上嘟,会刮着甜蜜的笑容,这就是婚姻幸福的一种表现。 前几天,巨君业现身公公场合,记者问他与两个孩子相处的如何。 他会心第一,笑,然后回答问的太多了。 从他的烟滩举止可以看出与两个孩子相处的不错或。 两个孩子是否接受巨君业,这是巨君业,和大S婚姻中的一大重点,也是大S最看重的地方。 和巨君业结婚后,大S改变了很多。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。没有谁知道未来的结果,不过巨君业讲的一喜话,令人挥味无穷我已经结婚了,会在这里度过着结婚生活,如果没事就会一直待在这里。 巨君业的言外之意,非常明显。才团聚不久的夫妻二人现在又要分开了,有句话说得好,离开是为了更好地相聚,嘱咐他们。 最后祝愿巨君业,和大S感情甜蜜,事业共上一层楼,和大S的一双儿女维持良好的关系。 你觉得这个美丽的爱情,故事怎么样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